一秒充飽器 这像是大人版的跳跳马 当然不只是玩具而已 它居然是真的能在路上跑的充气机车 由日本电商和东京大学一起研发的充气机车Poimo 可以说是为了最后一里路打造的 就是看准民众的短程代步需求 只要拿出背包里的充气机车 约五分钟的时间就能从扁平状态充饱器 最久可以跑九十分钟 充气后的砰砰造型看起来很逗趣 但如果你不想要机车的造型 也有做成像沙发一样的移动型 再用手机APP来控制方向 看起来就像移动沙发在路上跑 或是想要看起来帅气一点 也能做成重机的造型 甚至也能依客户的身高喜好 完全客制化 不过重点还是 这样的移动工具 民众能接受吗 还真的有不少民众试诚 小朋友也说好玩 如果抵达终点只要放弃就好 也不用再找停车位 创意小车让通勤族多了一种选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